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12月9日星期三 每一枚硬币都有它的正面和反面 每一个人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 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积极的一面 都有它消极的一面 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个人他很宁 他很倔强 这个呢都是一个从反面上来说的 其实呢还有另外的一个积极的正面的一个词 叫执着 那今天我这个视频呢我就想说一说 川普以及美国的这个共和党 和他们这个输了大选的这件事情 那自从呢媒体宣布说 周拜登赢了这个大选之后呢 基本上呢全世界都在嘲笑川普 都在挤雷川普 还有一些呢在政治上的厉害关系 比较重大的呢就会打压川普 但是川普这个人呢真的是很硬 或者说呢他很执着 他就坚持说呢我就没输 他就坚持呢说这个大选是有问题的 那他这个团队呢就开始用法律诉讼的一个方式 来扳回这个局面 那他们这个法律诉讼呢从一开始就非常的不顺 他的起诉呢会不被受理 即便是受理呢也会以没有证据而被驳回 但是呢他们这个团队里头有一个人 他叫朱利安尼 朱利安尼呢和川普这老头一样 这一对老头啊 朱利安尼呢比川普年龄还要大 川普呢今年是74岁 那朱利安尼呢是76岁 两个老头真的是特别的宁 或者是特别的执着 那这朱利安尼呢就一直坚持这个诉讼 他们的律师呢来了去去了来 有些律师呢就受不了这个压力 就不断的离开 但是呢也不断的有新的律师 加到他们的团队里面来 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呢 人们都看到川普已是大势已去 因为通常来说到了那个阶段 当他们得的那个选举人票呢 够了270票以后啊 这个局势就定了 以前每一届都是这样的 所以一开始呢就算是没有明确的说 哎我们就是输了 但是他们基本上也就认输了 但是那会儿川普坚持说他没有输 我就记得那会儿呢 他的大儿子和小儿子就在网上就疯了一样 尤其是他的小儿子就跟疯了似的 就指责那些共和党的人 说你们全都是一些没有脊梁股的人 就没有人出来支持他老爸 但是呢就像这个律师去了又来一样 那川普这个团队呢 现在他们的人呢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支持他的共和党的人呢 越来越多了 他们到现在为止呢 他们已经起诉了有51个案件了 这51个案件呢 恐怕除了一个案件以外 其他全是输的 不是不遇立案就是驳回起诉 只有一个就是他们起诉那个宾西法尼亚的时候呢 说我们要求近距离的去监票 然后呢法院同意了 说你们可以近距离的监票 只有那个案子他赢了 其他全都输了 但是他们仍然是不屈不挠 那昨天的时候呢 是12月8号 12月8号是美国大选的安全岗日 这个安全岗日呢就是过了这一天 一切都已经是个定局了 在12月8日的这一天 每一个州都必须出他们的确认书 你得确认谁赢了 但是昨天这个安全岗日呢 并不安全 他们知道现在还没有结果 那在昨天的时候最高法院做出来的一个决定 大家还记得那个案件吗 就是当宾夕法尼亚州他们要做那个确认书的时候 由一个法官紧急做了一个法官令 要求宾夕法尼亚这个州呢 停止做确认书 就是这样一个案件 那么宾夕法尼亚的州长 以及他的州务卿 他们就上诉了 上诉到了最高法院 那在昨天的时候最高法院 出了一个裁定 这个裁定呢 就只有一句话 说那个法官说 要求宾夕法尼亚州暂停做出来决定的 这个法官令无效 就只有这么一句话 并没有法官的落款 而且呢 通常最高法院做决定的时候呢 他们是投票的 九个法官你到底是急比急做出来的这个决定 得有这么一个 但是呢也没有 最高法院的这个决定呢 昨天也引起来了他们美国的法律界吧 或者是关注大选的一些比较权威的人士的一些分析和猜测 因为这件事情呢 在美国历史上真的是没有的 引起了人们的猜测 到底这个最高法院 它是什么意思 几个意思 那完整的结果是什么 为什么没有完整的结果 那今天呢 我就看到了川普团队的这个律师啊 叫Alice 这个律师他在接受这个Fox电视台的采访的时候呢 他也说了这件事 他就说 为什么最高法院就出了这么一句话 因为他们只想说这一句话 他们并没有对整个案件做出来一个判决 所以呢 他们就只有这一句话 这个案子还在 他们只是说 基层法院说 让这个宾夕法尼亚暂停做出来认证的这件事情 这个法官的这个决定呢 被否了 只是否了这个决定而已 但是共和党这边呢 要求认定宾夕法尼亚州 他们这个邮寄选票的这一件事 违宪的这个案件呢 现在呢 在法院系统呢 还是存在的 还是要进行审理的 好 这个案件呢 仍然是存在的 宾州 他违宪的这个指控 这个案件呢 仍然是存在的 而且他还说了 为什么说 他让这个案件还存在呢 那是因为 德克萨斯州 对这四个摇摆州 起诉了一个案件 起诉这四个摇摆州 一个是 宾夕法尼亚州 一个是 佐治亚州 一个是 威斯康辛州 还有一个就是 米西根州 起诉这四个州呢 说他们的做法是 违宪的 那这个案件呢 在最高法院的 网站上显示 这个案件已经立案了 因为 德克萨斯州 诉这四个州 违宪的这个案件呢 立案了 也就是说呢 宾夕法尼亚州 他们的做法 违宪还是不违宪 最高法院是要审理的 所以说呢 他们没有必要 对那个案件呢 做出一个完整的判决 因为现在还会审理 只是他对那个基层法院 做出来的那个法官令呢 给他否定了 给他取消了 好 今天呢 这个最高法院呢 已经是决定 德州诉那四个州的 这个案件的立案了 那同时呢 我还看到今天 还有另外的八个州 加入了德州 这八个州都包括谁呢 他包括路易斯安娜 包括阿拉巴马 包括阿肯瑟 包括福罗里达 包括密西西比 包括南卡罗来纳 包括南达科特 包括肯塔基 这八个州 加入到了这个德州 一共是九个州 告内四个摇摆州 违宪 好 这是我想说的哈 就这个川普啊 他非常的宁啊 现在他的队伍壮大了 前两天呢 有记者问这个川普 说你到底是参加 还是不参加 2024年的这个大选 他说我不参加 别人就觉得 啊不参加呀 然后他又说了一句话 他说 因为再过三个礼拜 我又回来了 就是说他笃信 他是下一届总统 你说这老头有多宁多执着啊 我刚才就说了哈 这九个州 现在来诉那四个州违宪 而最高法院呢 已经立案了 这个案件 这么大的一个声势 会不会 把今年这个大选给否了呢 川普会不会 真的是在51个案件之后 他们最后 这个共和党 他们赢了这个案件呢 谁知道啊 现在他们的这个力量呢 又大了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显示了他们共和党的力量呢 大了 不是川普的儿子 原来说 你们这些共和党呢 都没有脊梁果 那是什么呢 就是在昨天12月8日 美国大选的安全港日呢 还发生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他们的众议院呀 昨天他们讨论一个议题 众议院里面呢 有一个就职典礼委员会 就是说这个大选完了以后呢 新的总统他要就职啊 对吧 但下一届总统就职的时候呢 有一个就职典礼委员会 那么他们昨天呢 在众议院就讨讨讨论的 周拜登 他上台的这个就职典礼的事宜 要开始筹备周拜登的这个就职典礼 这件事情 那在众议院投票的时候 否决了 现在我不是很清楚 就是说众议院他不是应该是民主党占多数吗 他们是占这个绝对多数的呀 怎么这个众议院开会的时候 这件事能否决了呢 这个我现在不是很清楚 是有一部分民主党的人 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吗 还是说有一些民主党的人 也投了反对票呢 这个不是很清楚 所以呢 就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啊 我就觉得美国这个大选呢 真的是很有意思 这个安全港日呢 看来不是一个绝对的事 川普的那位律师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 他也说了这个事情 他说这个安全港日啊 不是一个绝对的 12月8日不是一个绝对的 不是一个最后的决定日期 12月14日也都不是 他说1月6号才是 他说1月6号才是呢 这是有根据的 是最高法院判决里面说的 那就是2000年那一次的大选 就是布什和戈尔 他们两个那年的大选 他们两个的大选到最后呢 也出现了争议 然后呢 官司一路打到了最高法院 是最高法院的法官 金斯伯格大法官 他在做判决的时候 他说的 他说只有1月6号才是国会实际计算代表票数的日期 所以之前的这些日期呢 都不是定数的都不是一定的 好 这就是他们目前的这个情况 那川普呢真的是特别的宁 我还看到呢 就说他有50个案件啊 或者是呢不予立案 或者是呢驳回起诉 原因呢都是一个 就说他没有证据 但是我确确实实看到啊 就朱利安尼啊 天天都在他那个视频里面 讲那个他那些证据 他真的不是没有证据 他那些发誓作证的那些发誓誓言 他就得有200多人 证人证言系统专家 就是说你的系统到底有没有问题 他也还有一些专家 各种证人各种专家都有 怎么说就没有证据呢 任何一个案件啊都不可能说 证据已经确凿了 百分之百我赢了才会立案 他不是 他只要有一定的证据 他就会立案 立案之后到最后呢 他有可能输呢 到最后有可能说 哎你这证据呢根本就不充分 刑事的案件呢就是说 你得证明到百分之百 而民事案件你就证明到百分之五十一就行了 就即便是你证明到五十一就行了 好多案件到最后 官司打到最后呢 因为你的证明不到百分之五十一 你还有原告还会败诉呢 对不对 他怎么可能说他这么多的证据 就连立案就给他一个开庭审理的机会的 这个条件都不够呢 这个坎都不够呢 对不对 那朱利安尼他又不是说一个普通人不懂法律 川普那团队里面都是些大法官 又不是说都不懂法律 对吧 有的人说他们就是为了钱 没有证据他们也给他打 弄弄弄弄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好他美国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件事情呢太过重大了 如果说川普要赢了 这就是结结实实的给美国打了一大耳光 就严重的打脸美国呀 这是一个重大的丑闻啊 美国只有说他说人家别的国家有这个会选 有这个选举舞弊这种丑闻 什么时候他自己出现了这样丑闻 这丢人这不丢大了吗 美国我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国家 他怎么可能在世界面前展示这样一个大丑闻呢 他们全美国是不可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他是这样的 为什么说一开始那些共和党人 也不出来支持川普 就是因为他们不希望我们这样的丑闻出现 但是现在川普的队伍越来越大了 九个州出来起诉四个州 众议院讨论的时候呢 否了 连总统就职典礼被否了 我觉得美国现在呢真的是特别分裂 豁出去了 或者是呢这件事情 川普呢到最后会赢 然后呢美国这个大丑闻就不管了 这个大嘴巴子我们就愿意就挨了 不管你世界怎么看了 或者是呢 我觉得战争两个字会不会发生了在美国 美国这次真的会如何收场呢 我不知道 你知道吗 好我这个视频呢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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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